不要不要不要拜託 來我們看一下齁 好 那個這個是 今天要上的內容齁 那 那我就想說齁 這張是我去法國的時候拍的 我覺得他們公路好棒 而且沒有我故意 把它弄得很古板齁 他們的公路讓我的感覺齁 很舒服齁 而且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 秩序非常好齁 這是我的感觸蠻深的齁 好 我先講一個這個東西齁 這個我們叫做PDF2DWG DWG齁 那通常在AutoCam裡面 就可以做了 只是它有一個條件 可能你們都不知道齁 你只要按插入PDF輸入選項 就會彈出一個PDF的對話框 那把需要轉換的PDF檔 列入該軟體當中 齁點選確定齁 齁 那AutoCam 2017以前齁 是沒有辦法做的 所以版本在2017以前是沒有辦法使用這個指令的齁 我們來看看這個 這個上次封凱推薦的網站嘛 對不對齁 那我們等一下試試看齁齁 好來 我們來看看那個PDF到DWG的做法齁 齁 我把它都可以打開了齁 這次封凱你的圖齁齁 我等一下跟同學介紹這種做法有什麼要限制 你要用一個東西要 definitions 你就要用這個人才會進步齁 齁 那我現在找到一張藝術是我自己畫的圖面 齁 那這個圖面是這樣齁 這個圖面是 我這次給他們期中考的題目齁 齁 可以…肯奎 期中考題目長得這樣子齁 不是,這是你們期中考的題目 這一張是你們期中考的題目 對不對,去年 我們來看,這一張是這樣畫出來 好,我用這一張好了 那這一張我要把它出圖的時候 假如圖框是在這裡 我們再複習一下怎麼樣出成PDF 我就按下本座P 前次出圖 然後我點選 Monocon Monocon是要選擇它的字型 假如這字型我都是接受可以 OK 好 這都要設定出戲 儲存並關閉 這時候要選擇A3 ISO4 bleed A3 那選擇完之後,你可以看到我先創選 內框 然後呢 不要用布滿圖紙 很多同學都是用布滿圖紙 比例齒就會錯了 再釘一次 不要布滿圖紙 那你只要這個地方 你看看 這個是10比1的意思是說 我單位 我單位 一公分 我們是用公分廢圖 等於10mini Orocare裡面的內定工字 是用mini 所以呢 你還是要這樣去出託 好 你用布滿圖紙檢查的時候 你會發覺 好像是10分之1 但是不要這樣做 你就是一個單位10公里 這樣的比例才會正確 我跟各位講 你現在要會出圖 出正確的圖 好不好 然後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這個時候 圖框 你看圖框的時候警告你兩條紅線 我們的圖框應該是橫式才對 所以就這樣就對了 好 這個時候麻煩同學要做一下預覽 我想這個出圖的方式你要很清楚 你看粗細都有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這個窗的粗細太粗 你也可以調整 懂意思嗎 像這個東西的 裡面的線條太粗 假如啦你就可以調整 那現在我不做這個動作 因為我主要的目的不是在秀這個 像剛剛那個那個線條 你就可以看嘛 對不對 假如說我剛剛看到強線的剖面線太粗 你看看這是什麼線 這個是4號線 所以呢 我再一樣 Ctrl P 前置出圖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我選擇4號線 這4號線我設定多少呢 0.13號 那再給他細一點好了 好不好 那有時候那個粗細是眼睛視覺的感覺 不見得對 好 然後再預覽出圖其他都不要變 OK預覽出圖 你看到之後再看看這個是不是細一點 還是這樣 可見就因為這個是0.4 所以他差不多相對來講是細 懂嗎 好 這個都OK囉 OK之後 來我們就按下 Print 或者你按下Enter 好 就直接在按確定 他就輸出了 好我們輸出在哪裡 我輸出在桌面好了 OK 好 這是這張圖對不對 這個就PDF 那各位注意看喔 在PDF裡面 他應該來講 你是一個 你是一張 從AutoCAD輸出的PDF 應該會看到圖層 可是這邊好像沒看到 好 那我們看這一張喔 來 那這張圖紙的話 這是PDF對不對 好 這是PDF嘛 好 我現在從這個PDF 現在在這裡 我再檢查一下 其中可配置1 這一張 好 那現在我把這一張 叫進來AutoCAD裡面 你看看會怎麼樣 按照剛剛的做法 你有發覺到 老師為什麼都不灌最新的版本 因為最新的版本有時候會有BUG 像現在 小女媒介的學弟們 他們灌2021 其實有好多的BUG 那 也不是說不對啦 他一直在換新 那你就要看看 OK 好 好 這邊沒有什麼 來 我開一張空白圖紙 開啟 開好之後呢 我怎麼樣把它叫進來 其實整個直接把PDF抓進來就可以 最省的方式是這樣 我把PDF抓進來就可以了 好 好現在出現那個patch找不到路徑 所以是不行的 你會發覺到有時候要抓進來的時候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插入PDF輸入選項 來我們照他這樣做 插入 PDF 參考底圖 然後選擇這一個 開啟 好 你看他要照這樣去開喔 那後續呢 我們再看 在下一個 他講的 然後對話框 轉換PDF的時候 好 那我們看怎麼轉換 OK 從這邊 好 你要在哪裡 插入點000 OK 好 比例呢 各位那個比例是不一樣的 不會跟你招有比例 所以我說 插入PDF 他的圖檔大小 是不會 不會一樣 好 我們看看 我們先不要管他 先確定 好 z1 好 圖面出來了 可是這出來之後你會發覺到有沒有圖層 沒有 有沒有大小 有啊 跟剛剛都一模一樣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跟剛剛圖那個PDF都一樣喔 標注也沒有給你大小 也沒有在哪一個層喔 所以這個時候你看圖層 全部都第0層 所以你從PDF改進來圖是沒有圖層的 而且我們來看齁 這一段是300 各位我們量量看齁 130 130 對不對不是300 1.2997 所以這個圖面的比例 他不是1比1會圖 而且正確來講 縮小100倍應該是1.3 他是1.2997 所以這個圖面上來講 我跟各位講齁 這個圖面大致可以看 但是細部尺寸無法檢核 這就是PDF怎麼叫進來的時候 你怎麼做齁 好 那這個圖形要不要放大縮小 要 當然要放大 因為我們前面齁 我說過 這個只要用全弦齁 你看 連你要修編都有點問題 看到嗎 好 那不管他 我們現在說這個圖框我不要了 齁 你看一刪整個就不見了 齁 所以呢 這個時候要做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你要炸開 可是一炸開會怎麼樣呢 各位看齁 只要一炸開全部都炸開喔 齁 這一炸開之後 會變得 你無法控制這個圖圓 其實你只拿到這一張圖而已 了解嗎 我看我看可不可以刪掉 還是刪掉 沒有要打散他的聚合 所以你會發覺當你這個圖面 你要做處理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麻煩的 了解嗎 那再來 有朋友說那我把它放大嘛 可以放大 我們標一段大的距離把它縮放 這個總距離應該是多少 1500 我量這一段距離是多少來 DI 距離越大越能夠校正 我要把它變成1500嗎 怎麼變 可以 可以 可以那也可以 那這距離多少 我點了齁 糟糕我這個 沒有鍵盤 他按F2他不理我齁 我忘記這個筆電怎麼去弄 滑鼠右鍵 滑鼠右鍵 滑鼠右鍵是吧 好吧 這個時候其實就真的要畫線 好吧 那沒關係啦 來 我就畫一條線好了啦 從這一點到這一點 然後 Li List 點下去 糟糕還是要用那個畫面齁 好出現了 好 15.0007 我要變成1500是要放大多少倍 100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算喔 15007乘以多少會等於1500 所以這個放大倍數就是1500除以15.007 知道嗎 齁 知道齁 好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全部 S7 Scale Enter 這一點 然後呢 放大倍數嘛對不對 比例倍數嘛 我剛寫了嘛 CAL 注意你有小數點 1500 除以 15.007 我小數點只有取三位喔 如果要取六位才會更準齁 好 Room Extend 這時候我再量一下 Li 點這條線是多少 14993703 所以這個時候都會出現這樣很奇怪的問題 你光在調大小你就要瘋了 所以這圖如果畫得還不好你真的會很辛苦 好不好 沒有關係我是秀給各位看 這種圖形你把它叫進來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好看 細部裡面的尺寸都是問題 那你不覺得直接畫條形的話 是 所以我是覺得直接畫平面圖比較快 我啦 因為你會畫 你不會畫只好 遷就於它 所以很多工程的圖片也是這樣做出來的時候 這種圖片要引用要特別小心 聽懂嗎 齁 那這個部分第一個沒有塗層 第二個 沒有辦法修改 對不對 那這個還可以改啦 UNITS 我們把單位把它 先把它放大一點點 小數點三位而已嘛 對不對 多一點吧 哇 再做一次嘛 LI 這條線多少 1499嘛 這個把它抄起來嘛 很做C 然後呢 我現在就SC嘛 O Enter 然後呢 Enter完 基準點 0.0 然後呢 比例 撇 CAL Enter 剛剛講的 這個東西要乘以多少 等於1500嗎 還是用1500 除以 剛剛那個字 你看看會不會更準 所以呢 我們看看 LI 有沒有看到 1500 所以我說 你就是要辛苦一點 小數點位數要那麼高 準確度才會準 那這張圖 如果你是這樣改過了圖面 我也可以接受 但是注意粗細 那圖面上的粗細 不是用圖層決定 那圖面上的粗細已經是這樣 而且你沒有辦法編輯 了解嗎 這就是所謂用科技 科技的力量得到的圖面 好 好不好 我比例給各位看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各位去年的期中考考過 對不對 喔 今年我給他考不同張 因為他們很厲害 他們都跟你們收集圖面 有有有 他們有拿到圖面 有的同學已經在那邊炫了 老師你考這一張嗎 我說好啦 為了你這樣 我就知道 沒有人給他們 誰給他的 他們收集的到 他們收集到這一張 有人給他們啦 不然這種圖 這個 我跟你講這個圖 已經消失了15年 這是以前檢定的提議 15年前的老師 大部分都退休了啦 年輕的老師也還沒搞到這種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是 大概像我們這種老怪物 才會 還會存在的東西 第一屆他們在做檢定會議的時候我就參與嘛 這是當時的圖面 就民國九十幾年嘛 那時候開始 承認這個檢定嘛 好 那好 這張圖我們不扯 這張圖就是 他還有一樓平面圖 還有立面圖 好 那這張圖來 這張圖各位 會放大縮小了沒有 我剛教你的一些方式 那你再看一下 這PDF叫進來的方法 那我們檢查一下風凱 他給的圖面是怎麼樣 風凱的圖畫在哪裡 風凱是用什麼 ZAMZAR ZAMA ZARA 像ZARA ZAMRA 加上去的 沒有沒有 他講完以後我就想說 我開一個 講給你們聽 不然你們這樣亂做 做起來 老師不教 老師也不對 老師愛教 真的 老師如果沒有教 都給你命 對不對 來 我們看阿凱的圖把它叫起來 阿凱的圖 聽起來多親切 阿凱你實話實說哪一張是科技P圖的 我要教各位檢查 這都是嗎 還是就 大樣是嗎 所以大樣的話 其實你看大樣 沒有沒有 其實你注意看他那個引線都會變雙線 對 那有時候不太好控制 不過阿凱做得很好 你把它炸開了嗎 是不是 他本來就是炸開的 沒有沒有沒有 你要自己炸開 喔 他那個 他會是一個 聚合的一體 我知道他把線的外圍 他的線的外圍 他把他勾勒 那個線的外型 其實他很費心 這做得很用心 只是說我們不需要這樣 有沒有 這三條是混凝土的意思 那好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看 我們來看尺寸 你們有對過尺寸是對的嗎 當然都不是對的 那譬如說這是20mm 對不起我找不到一個有尺寸可以量 然後這個好了 阿凱你標了尺寸嗎 我看看尺寸對不對 來我看看尺寸 這個應該是10嘛 結果一兩 好我再按一下F2啦 也不見了沒關係 再一次 再低壓一次 9.4 有沒有看到 所以那個圖面上寫10 這實際上的9.4 如果是一般的標準圖就算了 不是標準圖就變得非常的麻煩 了解了嗎 所以這個圖只能夠 這個圖是轉過來的圖 所以我要教各位拿到一套圖 你要能夠檢查 知道嗎 你在工地的話 你將來不要說公地 你當然在那個公司 施工圖 第一件要清圖嘛 清圖的時候一看這種圖面 就知道是轉過來的圖嘛 那轉過來圖我們怎麼辦 我們怎麼去處理 那這個圖你就不能夠信賴他的尺寸 這個學會了嗎 好這個部分是要跟各位講的 豐凱很辛苦 這個其實弄了很多時間 最後還是要把這個 這個東西弄上去 真的不簡單 所以我後來就加分了 上禮拜講那個 有時候是跟各位開開玩笑 希望各位不要太難受 不過你們班 我是覺得你們班上課還OK啦 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 所以你們班的同學我並沒有當 那有的上課真的很不OK 我就開當 就是這樣 上課字句很糟 也不知道 講也講了很多次 也聽不懂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只好 只好用我們唯一的武器 把分數 把各位給 把那個給開砸 這其實那個班 我要砸十個 還不會怕 我要砍十個同學 結果他們還是這樣 依然是這樣 我又搞不清楚 有一同學來學我就不知道 他真的是來學習 還是來 我不知道 真的 好啦 不多講了 這樣這個部分 你清楚了嗎 因為他很多的尺寸 是不一致的 你就必須要用我 我剛剛的方式調整 好不好 這樣清楚了嗎 好 那後續的部分有一些東西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後續的作業 讓各位看一下 好 我們的作業後續我都排好了 各位看一下 我真的各位希望各位從 這邊 從這個 我教的四個學期 真的能夠收穫一點東西 然後我們第10週第11週是跑 排定那個道路工程施工圖 那這邊有好多好多的PDF圖檔 我真的希望你又覺得不錯 你自己把它下載下去 但是不要傳播 好嗎 因為這個東西我並沒有得到原途的授權 了解嗎 好 那 那個 今天有個第1組交 那個報告繳交 你們報告完就記得把它傳上去 我給你一個禮拜的時間 如果報告完我說的 評語的缺點 你要改善 再交上來 那我會給你分數高一點 這算期末考成績 清楚嗎 你們每組的時間都不一樣 我要上來看喔 那詳細的組別就問加之好不好 好 來第1組是 等一下報告 下禮拜 道路工程施工圖報告 下禮拜 那是哪一組 第2組 看是哪一組 我希望你報告的方式 參照我怎麼上課怎麼講 我會講一點點基本的東西 如果你有這個工地的照片 有他的圖檔 我也希望你 用講的方式 介紹給同學知道 好不好 像林偉棠 你那是黨土牆 你們家在做的 你那個圖檔是你們家在做的嗎 你們家在做的 你不是說你要報告黨土牆 對啊 已經做完了有照片嘛 對不對 我在教你怎麼做報告啦 那那個 林偉棠那一組就是在最後一週 隨途保持 記得要繳交是1月24號 是期末考 好 那每一組你們自己去問啊 我上面都有時間 看你是哪一組 那那個是以一組為一個成績 那你寫一下小組長 小組長的分數會多5分 就這樣 啊有任何意義跟我講 好不好 小組長要上台接受老師的詢問 跟回答 啊成績如果講不好 全部的成績就很差 我們先想好 先想好 我沒有意見 我沒有意見 好不好 你們決定 好 那第二個我們個人的作業部分 各位看一下 安塑草埔隧道在這裡 所以這邊有一個隧道施工圖的繪製 來 我希望 我希望你們用 這可以下載 這個是我從 從 那個 我的學生那邊他現在 他 Sapporto 有沒有看到這個圖面 你可以看一下 好 好 各位用科技的力量 把這些圖面 再生 交給你們 記得尺寸要給我弄正確 有沒有 我要你們 我要你們每一個人都去做 好 因為我已經教你用那個 你不必從話 你就那個方式 我剛剛已經教你的方式了 PDF進不來 你就用那個 那個 馮凱教我們的方式 去把它做 趁早做 你不要一天只有兩張弄到後來 來不及了 不要到最後面才在那邊緊張 好不好 不要每次都期待老師會加分 就跟我們有努力去賺錢 我們自己賺 我們自己花 我們不要期待 人家給我們施捨 好不好 想辦法 這是一個作業 這個人作業 你可以從這邊下載這個PDF 這是一個 所以同學你要開始做就開始做 不要拿別人的 因為 你拿別人塗檔到最後 CAD塗檔都會呈現 我為什麼要教CAD 我要看 我心裡清楚我被誰騙 好不好 同學會騙我嗎 對不對 都會啦 有時候你為了分數嘛 算了 我也不要說 說得那麼白 沒有關係啦 就說不要這樣子做 好 那各位看第二個作業 我再講一次 防波體空城 這個是1月17 所以你要注意時間喔 好 防波體施工圖在這裡 所以 怎麼沒有塗檔 好 塗檔在這裡 對不起 那個 草浦隧道的作業在這裡 繳交 施工圖繪製在這裡 那個參考圖檔是這一個 看到沒 然後 防波體在這裡 防波體的施工圖繪製在這裡繳交 來防波體我們看一下 就這一個 所以你們要畫圖面就這些 其實我要你們去轉圖啦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你就一天轉兩張趕快去轉 好不好 我也不反對你 不是啊 我不反對說你只有做一張什麼沒有關係 你做的少分數就少 但是你認真自己做一次你才會 我一直強調這一點 不然大家同一做不一樣的就好 我 我可以讓各位 我可以讓各位說 你每一個 我很多PDF有沒有 我可以讓你們做不一樣的PDF 確保你們不會操化 但是我不希望這樣 你不會你可以問 但是你不要用別的方式騙我 因為騙我就騙了你自己 你也不會做 聽懂嗎 將來你怎麼樣轉這些圖 那如果這些圖面你可以自己有尺寸去標的 你自己試試看用畫 那會更好 好不好 是不是 我會慢慢講這些東西是什麼內容 OK 好 所以 來 我們已經把這學期期 期中 那個作業跟期末考 的內容都跟各位報告了 好 那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時程都很緊 所以 趕快做 趕快做 做一張是一張 我沒有要求你做到滿 你自己做了一張你會了一定是你的 懂了嗎 我只有這個要求 並不是說我要你交幾張 所以呢 來 這個東西我把它講完 我們這個這個單元就把它ending掉 好 那PDF to DWG 有很多種做法 你要去把它轉DW 你要知道什麼叫DW 另外呢 有同學不知道你的副檔 你怎麼做 那在檔案總管 那個其實我前面都有上過 你注意一下 這兩個是 ZAM ZAR 應該是 ZAMNOR 不太好聽 好啦 那個知道就好 這個你去 你去轉轉看 不會的 又問一下風凱 感謝風凱提供這個 因為其他的那個PDF轉 不是很影響 另外跟各位講 如果你的PDF 本身是圖檔轉的 JPG轉轉的 你轉不到AutoPay 你用這個方式轉不進去 你知道你什麼 我有試過 這個沒有辦法轉 好 跟各位大概講一下 這就是 NAMNOR的 網站 你只要把檔案 放上去 添加文件 放上去 他就 DW 那就立即轉賣 好不好 各位試試看 這個東西 我要各位跑一次 好 你畫多少張算多少張 沒關係 好不好 到最後成績的計算 就是誰畫得多嘛 誰的分數就高嘛 可以嗎 我的分數一定要 大家比起來 不是 你一個人就算了 全班比起來 有的全部做完 當然是滿分嘛 你都沒做 當然是沒有分嘛 對不對 應該要這樣才對嘛 好 那我大概就是這樣 跟各位講一下 對於這個 這個 轉檔的方式 各位還有沒有意見 有沒有問題 我這次沒有叫